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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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 Marcus 确认 有了 确认 你是阎王寨的老二 不死诸如 咱才是老二 知道了阎魔用 反正今天你们都得死 老板 改嫩醋仓了 分身大法 你就是杀害淑贵妃的凶手 你们换了我的刀 老板 实在是动不气了 先要俺享受着 美女吧 老板 你拿来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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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儿只为女性服务 没想到 皇上的王牌锦衣卫 居然是个捏脚的 你们终于来了 六上门总捕套 时间石大人 幸会 幸会 石大人 放心 绝对没有绞技 上头是不是有任务交给我 没错 山西总兵屈尾和大内高手独孤九剑 于进京途中被人截杀 此事惊动了朝廷 上面钦点 你与我们六扇门合力查办 我等这一刻 已经很久了 接下来 一出好戏 殊下来 加油 好 煜啦 Grandina 快步 加晏 位 长老骧 rió 後 煜啦 慎 悜病 快 에 公 hyd 老骧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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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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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妖小妹子 今天晚上 你就是我陆坤的人 官人 你快放开我 见钱眼开的是的女人 讨厌啊 亲一个 你是哪个 跟大家老子的好事 陆坤 今天 我就叫你抓拿鬼儿 怎么说陆坤也是江洋大盗 怎么可能随随便便 就让你逮住呢 你个老子 抓拿我 老子现在就把你砍了 把我砍了 老子 potato 老子 我 你 有 我 有一 走 陆坤 杀害山西总兵屈伟 还敢这么猖狂 什么 屈伟 屈伟死了 屈伟和独孤九仙 在上京路上被人杀害 而他的天涯明月刀 正在你手上 怎么解释 老子不需要跟你解释 我 两位 二位年轻人 你们这是什么情况 快 回来 好嘞 天干舞蹈 小鱼活 你 啊 不 报与李华晨 这不说 你是六上门的女神不 十一喽 现在才明白 完了 你这是要逼老子出绝招啊 今天晚上睡了你这个女神不 那以后老子在江湖上可有的吹咯 兄台 放开那个女孩 你又是哪一个啊 你又是哪一个啊 我错了 去 给师傅头解个穴道 也得 也得 医师 这人 能让我先看看你的脚吗 变态 既然敢戏弄我 你可太失火的 别误会 别误会 你看我这 一表人才 国家栋梁青年才剧 怎么可能是变态 大家聊得这么开心 我就不打扰了 我先撤了 站住 杀了我未婚夫屈尾 现在 就让你以命偿命 冤枉 那曲总兵 绝对不是我杀的 这刀 刀成那个 杜碧叔会有我去偷的 杜碧叔 那天 我去春香楼 原以为抓住了真凶 没想到江阳大盗也是被陷害 杜碧叔问我 想不想得到一把宝刀 散戏重病取胃 又一把铁崖明月岛 学铁着您 他一说 我就心动了 我陆坤 是有名的江湖大头 一直就缺马趁手的兵器 施大人 您的马好像生病了 好 刀是我偷 但人 真不是我杀的 你们在案发现场调查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其他发现 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个死变态 你到底是谁啊 我不是变态 我们是同行啊 同行 你从楼上跳下来都能崴到脚 有什么厉害的 我 我眼力好呀 你吃男是女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刘碧 你 行了 你们俩不要闹了 你们照顾下我的感受吗 太尴尬了 给你 你们又是哪个 我们是四大名捕 四大名捕 四大名捕 你们两个女娃娃 真当老子不识数是吧 明明是两个嘛 我是四大 我是名捕 有意见啊 我要说 我是个好人 你们信吧 信 信 我都不信 爹 你们也来了 十大人 我们也见面了 正好 一一啊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锦衣卫 穆斌 穆大人 是上面派来 协助我们一起办案的 你真是锦衣卫 咱们是一会儿的 爹 这案子是我们六扇门的 还需要带个外人去吗 哦 他是上面派来的 如果过一段时间 看看他帮不上什么忙的话 通走算了 依依啊 这把刀 就先放在我这儿吧 行 那我现在就带陆坤去趟春香楼 好 你带这四大名捕一块去 我 再去总兵府查一查 嗯 杜碧叔 杜爷啊 是经常光顾我们春香楼 怎么了 瑶条姑娘 杜碧叔可曾说过 要谋害陆坤 他 他好像是说过这样的话 听到了吗 听到了吗 瑶条妹子 你赶紧跟几位大人 好好地说一说 该死的杜碧叔 到底是怎么陷害我的 让开让开让开 让开 您来了 杜爷 他说最近啊 会发一笔大财 然后 带我远走高飞 呀 那一定是 他杀了曲总兵 接走了献给皇上的金珠宝 能杀死这么多爵士高手的 绝非贪财好色之辈 杜碧叔会武功吗 他的易容术在江湖 确实一绝 现在一定早就躲起来了 小姐 不好了 新商人的总兵大人 叫你出去 好 来了 我的老领导屈尾 屈总兵被杀了 嫌疑犯实在是太猖狂了 杀了屈尾 还明目张胆了来逛青楼 前大人 窈窕姑娘 别来无恙啊 大人您费心了 窈窕很好 果然在这儿 来了 在 来 将陆坤给我拿下 是 又冤枉我了啊 又冤枉了啊 大人 我冤枉 我冤枉啊 大人慢走啊 我就是偷了把刀 你说 我 还带死我 你们朝廷经费紧张 也不是这么个紧张法 连个球车都买不起啊 哎哟 我的屁股 还慢点啊 少废话 都颠堂了 还不让我说啊 我跟你说啊 那把刀就是个凶器 咳死了屈总兵 现在原来咳死我 你说我 我招谁 忍谁了 你再多嘴 我现在就杀了你 不是 我 装 装神弄鬼 来了 你们给我上 上 你先帮我放下来 你看什么呢 我总觉得这里有问题 这里啊 不仅有问题 而且很有趣 你看那个人 颧骨突出 发尾弯曲 说话的时候 舌头经常吐出 你再看她的装束 刺青 此人 一定是达达国 极有身份的人 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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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义道 到底是从宫里出来的 撩妹就是有一道 谈人生 谈理想 还从诗词歌赋 聊到人生哲学呢 那他俩是不是还得睡觉啊 卑鄙 无耻 窈窕姑娘 她身姿矫健 步伐轻盈 四肢的肌肉非常匀称 而且她手腕关节也很灵活 说明她会上乘的武功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她掌握着一套 极其迅猛的剑法 你老实告诉我 你来这里到底有什么任务 启禀皇上 这十颗种子 都十分优秀 这颗种子 根骨齐家 简直就是万中无一的练武奇才 一定要把他们练成无敌的杀器 真 要为淑贵妃报仇 除了查案 我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任务 什么 寻找一个 年轻貌美的姑娘 你这个脚 生气了 不会吧 嗯 我错了还不行吗 我向你道歉 别生气了 你挺好了 虽然你是上头派来的警衣卫 但这个案子 必须由我来破 你是想给曲总兵报仇 你们感情应该挺好的吧 感情 我第一次见她时 她就已经是一具尸体 那 那 那她确实是太可怜了 你跟其他人一样 认为是我命太硬 客死了她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这曲尾 本有机会可以娶到贤妻的 我是替她惋惜啊 贤妻 她虽生死 但是有一位有情有义的未婚妻 在窃查她的死亡真相 夫妇何求呀 我是一个女捕头 又是一名舞座 曲尾 是唯一一个 敢向我提亲的人 这 其实你挺好的 是那帮人们眼光 会有什么好的 大家都认为 女子应该贤良淑德 嗯 没人喜欢我这样的 我喜欢 我闻到了一股恋爱的酸臭 还用闻吗 我都听见了 嗯 嗯 那个那个 我我我我我我的意思是说 我我特别喜欢跟 你们干什么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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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师妹 我们两个来呢 是为了劝你早点回去休息 明天还要上班呢 嗯 眼力不错 好 抱 他们刚才是夸我一下吧 来来来来 原大爷啊 宋长 好 石大人派我来报 钱大人和陆困昨晚 被阎王寨的黑白无常 给抓走了 什么 哎 我也去 你讲学就别去了 我 你 哎 哎 兄弟 你咋来的 骑马 驾 驾 好 啊 杀我的人 我没杀你们的人 我去 这是灭门啊 丧尽天良 你 我 这怎么回事 你怎么会比我们先动 我 一夜 一夜 石大人 你也来了 是啊 我一接到消息 就赶紧前来解救钱大人 这是怎么回事 我刚来的时候就这样了 我们先四处搜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其他线索 好 这里刚才发生过打斗 但他们却是死于三天前 被人用戾气洞穿胸膛而死 他们应该是死于独孤九剑之手 也就是说 三天前劫杀屈尾的 就是这些人 而他们死后被黑白无常拖回了阎王寨 那杀死屈尾和独孤九剑的人又是谁 在屈尾脖子上也有相同的伤口 他们被一刀致命 但伤口却细如先行 这说明 凶手是个使刀的决定高手 难道刚刚杀死黑白无常的人 和杀死屈尾的是同一人 黑白无常是死于剑 而屈尾是不死诸如是死于刀 看来这幕后凶手不仅武艺高强 而且心思谨慎 连阴王寨的人都被利用了 现在 只有找到一个人 才能查出事情的真相 谁 必须找到杜毕叔 大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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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大压小 下注趁早 这位爷出锅老破窜了 这不算什么 前几天驱纵兵驱伟 我哥钱无缺上任 我自然也跟着发了点赞 许总盟是谁了 来来来来 买定离手 来来来来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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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看 看呀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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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一下吧 山西总兵 是 曲伟他死了 曲伟不是借口卖商品的那老头吗 昨天晚上我还见到他了 怎么立会是死了呢 我哥钱无缺 他上任了 钱什么呗 这钱啊 花都花不完 去什么钱啊 我哥钱无缺 他上任了 跟我有毛的关系啊 兄弟 听说你要找伟哥 这里 暂时不要 谢谢 给你便宜点吗 拿去 来来来 满定离手 满定离手 开开开 开开 来来来来 你怎么走 满满的 满满的 满满 满满的 满满 满满的 满满的 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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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 满满满 开开开开 开开开开 开开开 你们有没有听说 这山西总兵驱伪驱大人死了 驱伪 是谁呀 山西总兵驱伪驱大人死了 对对对 我哥还说了 这凡是抓到 杀害驱伪驱大人的真凶 一律杀无赦 好啊 你还敢赌 念子念子我错了我错了 等 等一下等一下 来来来 不要管他 对对对 放开 让你你你还真酿 咱们是来找人的 干嘛非要办夫妻啊 你是不是在骗我 这不是方便掩人耳目嘛 再说了 放一百个心 我绝对不会骗你的 是附近大大小小的赌房 我们每个都去演了一遍 这样能找到杜毕书吗 我已经找到了 什么 寛阁 我 你 我 你 你 好 想他认我说 杜爷 好兴致啊 去哪儿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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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不过两号 你们过两个头头 这挑卡清了总 这事也可浅了 跳下去顶多残疾 死不了 你们都想干杀你吗 说 曲尾是不是你杀的 这 去都并死了 死了也不是恶干的呀 那你为什么怂恿陆坤 去偷天涯明月刀 刀 撒刀 陆坤都招了 你是跳还是说 我 你 这 恶声 那一天晚上 我把钱吃了个嘎嘎 吃了愚家个黑衣人 笑 笑 笑 四五六大 笑 笑 四五六大 你撒吗 干嘛你给弄的 弄松你 我给你拿钱一下 看松你看的 有病吧 你需要钱是吗 他给弄了一千两银子 让我过过鲁坤去投档 我倒是银子敬 那也做么短笑 后两个听说曲纵没有被杀的 不是主任也适量 我后两个看见那个人 在杜坤行恶里 我知道他要撒人灭狗 所以我用衣人的方式 我抛出来的呀 这黑衣人到底是谁啊 看来他才是幕后的真凶 对着呢 你可曾和窑窕姑娘说过 要带她远走高飞 窑窕姑娘 我自己都放着飞机 我 我带着她弄撒你吗 看来他果然在撒谎 娘子 怎么办 人都抓到了 你还这么不正经 现在一切尚未查明 先跟我们走 我是冤枉的呀 怎么办 推下去 赶紧走 对了 你是怎么识破 她的易容术的 对呀 我提易容术 常当照顾的 少年从未识数 你咋知道的 这个嘛 简单 第一 现在是四语 整个赌场 只有他汗如雨下 如果不是他甚需 我这不需 那就是你脸上 披着另外一张人皮 自然闷热得很 第二 我故意说出 屈尾之死 就是想炸出知情云 而他面色慌张 眼神恍惚 一律伤势 晒妆还掉 至于这第三嘛 易容之人 得长期使用 特制的药水沐浴 以保持皮肤张力 而他身上的味道 芝麻大 你胡臭怎么给你装 他有胡臭 胡臭 别再敢勾鼻子一样 对了 说了那么多 你还是没有解释 为什么非要我和你办夫妻 这个 他喜欢你 要抛你了 是不是 我 我不是 给 我 大卡 你是不是 你 我 陈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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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我来接你们 你看 二位神捕 果然火速地抓住了杜碧叔 辛苦了 小事一桩 人竟然抓住了 我们不妨找个地方 庆祝一下怎么样啊 好呀 好呀 我好什么好 你又想公匪吃喝 是 钱大人 我还赶着将杜碧叔收押归案 就不奉陪了 你们去吧 也好 来啊 你们护送食捕头回去 是 要 不卖酒馆 气派 来了 有 贵客临门啊 里面请 走 快点 把他带牢里去 是 快走 师姐 哇塞 小师妹 你一个姓牧的 还真是不唱夫随啊 居然真的抓到那个杜碧叔 你瞎说什么呢 你们两个 不是互相喜欢吗 他人呢 谁喜欢他了 好酒 好酒 哈哈哈哈 来 穆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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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酒 这 大内锦衣卫 好一个大内锦衣卫啊 也不过如此 我们的计划差点毁在他的手里 他可不简单 他可不简单 金钱 那我们下一步 怎么办 良笨 你居然装死 他就是之前出现在春香楼的打打人 你以为你脱了马甲摘了绿帽 我就不认识你了 看来 我是小看你了 是 说 作者一线到底为了什么 我就是嫉妒趣味 所以我让他死 撒谎 好 依依啊 你跟穆斌接触的这段时间 你觉得他人怎么样 他呀 他人挺好的 虽然有时候是不太正经 但是总能误打无状地 找到对的线索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有些本事 对 钱大人死了 怎么会 穆斌昨天还跟他喝酒去了 你说得没错 就在昨晚他们喝酒的那酒馆 钱大人被人毒杀了 爹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那晚 就在阎王寨 我就觉得黑白无常死的蹊跷 为什么这么个案子 这么的扑朔迷离 为什么每一步这个穆斌 都走在我们六扇门的前面 爹 你是怀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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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德 你怎么在这儿 我 师姐 被淫珍 交丢三个枝 他就是我要找的人 一一 你务必要救活他 穆大人 今天晚上的事 你务必要给我们一个解释 等等 爹 我有些话要单独跟他谈谈 姚条姑娘 还能救活吗 毒不就是你下的吗 我怎么可能对他下毒啊 不仅是他 给阎王寨送消息的是你 诱惑杜碧叔的也是你 已经杜碧叔败露 便杀害钱无缺还栽赃给他 之后 又赶来对姚条姑娘下手 对不对 诱惑杜碧叔的事 他冲除了 出手 啊 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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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救命 安妃 正方式 一定会为你报仇 一定会把我们的女儿救回来的 你说的那个神秘人 二十年前杀了淑妃 还带走了她的女儿 淑 淑妃的女儿 脚底有三颗痣 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你想想 曲 曲总编 他进街护送的是什么 是易奕 你 易爹 易奕 你好相信 行 服不服 你服不服 孩子硬 大诺 你疯狗了鸟人 我也要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这大人 怎么回事啊 这谁啊 大人 出什么事了 灵芽 挺有眼光的嘛 哎哎哎哎哎 好眼光 美女大人 到底咋回事 县已查明 大内锦卫募兵 勾结阎王寨 杀害新旧两任山西组兵 罪恶逃天 十恶不剩 哎哎哎哎哎 美女 对啊 美女 哎 哎呀 哎哎呀 妖小姑娘 怎么样了 嗯 她过两天 应该就能醒过来了 哦 那就好啊 爹 穆冰她怎么样了 她已经被押入大牢了 真是朝廷的败雷 居然把我们 玩弄于股掌之间 爹 我们是不是有些武断了 事情还有很多疑点 你还怀疑什么 他都害死了多少人了 要不是你用药 及时制住了他 说不定 他早就对你下手了 不 我不相信 好了好了好了 辛苦了好长时间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可是爹 好了好了 去吧 穆兵解决了没有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你暂时得消失一段时间 爹 不许叫我爹 你为什么这么做 事情 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 我娘是不是也是你杀的 住口 爹 不许叫我爹 你从小就把我丢给奶娘抚养 甚至从来都没有报过我 我一直以为 你不喜欢我 是因为我一出生 就害死了我娘 你娘 你 我跟她 可是青梅竹马呀 你知道我有多喜欢她吗 可她居然为了一个外人 她 腰条姑娘脚底下的那三颗痣 是你吩咐做上去的 你什么都知道了 我不想知道 我也不愿意相信 我一直以来敬重的爹 是一个 恶贯满盈 杀人如麻的 鬼子手 你说什么 鬼子手 鬼子手 你说得没错啊 我还真就是个鬼子手 我还真就是个鬼子手 可是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我为什么让你多活了二十年 如果当年这把刀在我手上的话 我的心上人就不会被别人抢走 你 我就该一刀杀了你 敢动我的女人 希望我同不同意 你 天涯明月刀果然厉害 我唯一忌惮的就是这把刀 现在此刀在我手上 谁也不是我的对手 徐大人 师姐 错了 没错 错了错了 我爹才是幕后真凶 你退后 我们保护你 好 就凭你们两个 别想拦住我 你先去找 窑窕姑娘 别找她了 她是假的 你要找的人是我 什么 停 你刚说什么 我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你对酒 跟你的美包真是天差地别啊 我是补头哎 每天出差办案很辛苦的 好 赶快把鞋穿上一边去 幸亏不是我亲生的 来 我们继续 居然没死在牢里 当然还是托你的福了 谁让你们来的 少听个废话 杀了你我们就能得到金钱美女 我知道金钱美女在哪儿 干杯 我这儿干杯 我这儿去管闭队才会给卖了 咱们就放弃你在这儿吃货 既然有了金钱美女 何必再动刀动枪啊 这金钱美女 是谁告诉你们在我手上的 石大人 酒足饭吧 我还顺便洗了个澡 刷了个牙 换了身衣服 你不是已经中毒了吗 我给她下的只是暂时昏迷的蒙害药 贱人 居然跟你娘一样的来背叛我 爹 你已经杀了很多人了 只要你现在立马收手 我一定想办法替你求情捡罪 你们有什么证据 证明这一切都是我做的 金钱美女就是证据 而这一切 要从屈尾被杀的那天说起 你要杜毕书和陆坤去调换屈尾的天涯明月刀 再利用阎王寨的人去截杀屈尾 事后 您又对阎王寨人痛下毒手 你如此大费周章 就是为了金钱美女 可谁能想到 金钱美女其实是两个人 她们就是达达国派来的间谍 钱无缺带好金钱 窈窕带好美女 而春香楼就是她们的情报据点 大人您费心了 窈窕很好 一切照旧 你们的目的是 杀掉山西总兵屈尾 然后让钱无缺取而代之 调动兵符 给达达大军让怒 可是你没想到 你们的狼子野心 早被屈尾给师父 他成功地抓捕了金钱美女 并打算押送进京 所以那晚 你才会去救他们 而钱无缺和陆坤 被黑白无常劫走后 血洗阎王寨的人 自然也是你 之后 依依和四大冥补迅速赶来 你也假装若无其事一般 带着钱无缺和陆坤出现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你才把一切都推到我的头上 你怎么会比我们先到 我 你想让我做替罪羊 所以在我找到杜碧叔之后 你就立刻派钱无缺对我下手 他自知交接兵符已经完成了 以免被我知道更多的信息 因此 他用自己的死来掩盖真相 所以之后 我去找窈窕姑娘对质时 他才会在服毒前 机关算尽地把一切都推到我的头上 莫大人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如果不是一一及时救回窈窕姑娘 你的局几乎毫无破绽 而造成这一切的幕后真凶 就是你 时尖时大 如果我没有猜错 这兵符就在你的身上 看来我还真是小看你小子了 我还有一个疑问 你为什么要把栽赃陷害幕后真凶的矛头指向给我 因为他知道你是来找我的 他就是二十年前杀害我娘 把我从皇宫里偷出来的人 你为什么要杀我娘 你为什么要把我当做自己的女儿抚养长大 为什么 因为二叔本来就是我的女人 是她背叛了我 我们分手吧 二叔 别这样好吗 我们曾经 石头 今天重复昨天 明天重复今天 每天都过着同样的生活 这不是我想要的幸福 二叔 我万万没想到 没过了多久 他居然进了皇宫了 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石头 你看看 可爱不 我现在很幸福 你也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我 我的幸福 就是带你走 石头 你还放不下吗 不是我放不下 错的人是你 你吓着他了 不哭啊 不哭不哭 乖乖乖 哭不哭 娘在这儿啊 乖不要哭啊 你不该生了他 你不该 生了他 我要杀你 我要杀你 杀你 杀你 李欣依依对待阿淑 而他却背叛了我 你当初就应该把我也杀了 阿淑已经死了 留着你 就是一个见证 我就让阿淑看到 是他选错了 为了你的执念 为了报复皇上 居然不惜一切 毁了整个大明朝 那个姓朱的 夺了我的女人 我也要毁掉他的一切 你不要再错了 还有你们 都得死 今天 就为那些冤魂报仇 都得死 姨姨小心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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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看 我 冲 我 我 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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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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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真相大白 到底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 各位看官自己评判吧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欢迎订阅点赞 跟着我 金钱美女一个都不会上 哈哈哈 哈哈哈哈